今天头哥给大家带来的是俄罗斯恐怖电影《爱之咒》之黑色婚礼 故事开始,小美和扎哥是一对恋人 小美是个婚纱店的设计师 扎哥是个搞艺术的雕塑家 家里条件优越,为人放荡不羁 而小美就喜欢她这款 还没结婚就和她生下了女儿小花 但孩子出生了,扎哥还是没有一点要结婚的意思 小美抱着孩子找上门质问 却发现扎哥正在和她的女模特在床上探讨艺术 没想到被作奸的扎哥居然质问小美 说她干涉自己的生活,这种感觉太窒息了 我要分手,推,真是渣男中的碎渣渣 而小美也是不争气 还抱着她的腿求她不要离开自己 说你追求艺术想和女模特那个啥就那个啥吧 只要你有灵感就行 但扎哥却不给她当舔狗的机会 狠心的离开了 回到家中的小美感觉天都塌了 妈妈劝她爱情不能强求的 除非下骨 但强牛的瓜又不甜 小美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是啊,可以下骨呀 这下骨这种巫术古今中外都有 咱们的苗族还流传着这种记忆 具体的话 有时间扎哥再给大家讲一讲 随后小美要找的自然是俄罗斯分味的下骨秘书 她找到了一个女巫向她求助 女巫劝她下骨的技术可以传授给你 也不是很难 但要求可不简单 想要下骨 必须得找到一对真爱的恋人 在他们的婚礼的仪式上下周召唤灵体 然后寄生在你要蛊惑的对象身上 这个灵体需要以这对新人的真爱为实 所以这对新人必须是真爱 不能有一点异心 小美想了想自己身边哪有真爱之人呢 忽然她想到了 自己的女客户莉莉马上要结婚了 她和丈夫小帅看起来很是般配恩爱 肯定是真爱啊 反正咱们也不熟 就拿你下手好了 画面一转 莉莉和小帅的婚礼正式举行 所有的亲朋好友献上了自己的祝福 花筒撒着花瓣 牧师说着祝福 一切看起来很美好 然而此时在教堂的二楼 小美正在暗中施皱下骨 她将两根分别代表自己和莉莉的蜡烛 缠在一起然后点燃 在划破手掌将血滴在白布上 然后吞下了一块生肉 与此同时莉莉留下了鼻血 处理完后小美走下楼 却突然晕倒在宾客面前 小帅是名医生 一看有人晕倒 职业的本能让她停下了婚礼 将小美送到了医院 莉莉纳笑个郁闷 穿着婚纱坐在医院的走廊里生梦气 这时她的前男友凯哥走了过来 安慰她 关怀她 另一边 抢救完小美的小帅 这才想起被冷落的莉莉 敢忙过来找 却发现莉莉正在和前男友凯哥 在医院的杂物间里不可描述 场面那叫一个尴尬 两人当场就分了手 莉莉也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这么冲动 哭得稀里哗啦的 这时小美醒了 紧接着她就看到 一脸温柔的扎哥来找自己 两人就这么重归于好 小美开心极了 浪子回头金不换 下骨真的是好用啊 改天要给女巫送面锦旗去 然而高兴了没几天 小美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扎哥确实对自己比以前强多了 但占有欲也变得特别的强 恨不得和他天天黏在一起 而且不让其他人接近小美 就连丈母娘也不行 甚至小美照顾孩子也不被允许 还总想着给小美弄个雕像 还要将泥涂在她的脸上捣膜 看起来很是诡异 后来扎哥干脆不想让小美出去工作了 小美这下真的觉得扎哥有些过分的变态 大吵了一架 转过天小美去上班 刚好遇到莉莉来退婚纱 看着伤心的莉莉 小美有些愧疚 很快就办理了退款手续 莉莉走后小帅来了 她说他们的婚姻不幸 不能连累婚杀点 说什么也要把钱给小美留下 小美和小帅聊了起来 但突然出现了幻觉 看到小帅变成了魔鬼的模样 随后小美的肚子开始剧烈的疼了起来 小帅看这情况 赶紧扶着小美回家 谁想一出门 就被吃醋的扎哥暴揍了一顿 小美赶紧上前去劝阻 随后扎哥表示 想要和小美结婚 这在以前是小美求知不得的 可现在她有些犹豫了 晚上扎哥将小美带回了家 准备和父母说这事 扎妈表示不同意他们 可扎哥丝毫不理会 只是催促扎妈 赶紧把祖传的戒指给自己 自己要和小美求婚 扎妈不同意 扎哥竟然掏出了刀 将扎妈的手指连同戒指剁了下来 然后拿着血淋淋的戒指 对着小美丹膝下溃 小美早已吓懵了 这时扎爸从身后打晕了扎哥 然后让小美赶紧带着孩子跑 小美回过神来 赶紧上楼抱孩子准备离开 但还是被扎哥拦住了去路 他打晕了小美 用石膏把他分在了浴缸里 然后又开始用石膏 往孩子身上涂 眼看女儿就要有生命危险 小美急了 拼命地挣脱了石膏 抢过孩子逃跑了 接着扎哥骑着摩托车 在后面追 幸亏一个好心的司机停下车 带着小美飙起了车 司机的技艺 那就要一个高超 不亚于专业的赛车手 很快就甩掉了扎哥 接着小美为了躲避扎哥 带着孩子找到了小帅 求收留 小帅同意了 把他们母女俩 安置在了医院的公寓 这下他们暂时安全了 谁想转过肩 医院竟然收到了一具尸体 小帅打开一看 是血肉模糊的扎哥 原来扎哥昨天摩托车失控 撞上了隔离堆 当场狗带了 耳力一边 小美在房间里 突然感觉一阵不安 紧接着他就看到了扎哥 吓得他大喊大叫的起来 就在这时 小帅赶来安慰他不要害怕 然后就将他带到了停尸间 告诉小美扎哥已经死了 小美毕竟和扎哥恩爱一场 心里还是很难过的 提出要和扎哥单独待一会儿 不料却被扎哥的鬼魂 拖进了幻境 差点死在了停尸柜里 费尽全力才挣扎出了幻境 随后小美向小帅坦白了一切 带着他来到了女巫的家里 寻求解除诅咒的办法 女巫做法 用小帅引来了灵体 想要询问办法 可谁知灵体竟然直接 附身在了小帅的身上 差点掐死了小美 女巫也是慌了神 幸亏这时 女巫的妈妈龙婆赶到 驱走了灵体 然后她告诉众人 想要解除诅咒 只能把当初下授现场 主要当事人都叫到一起 然后把程序反着来一遍 才能把灵体给送走 而莉莉此刻也受到灵体的反噬 于是同意了他们举行仪式 画面一转 仪式正是开始 然而进行到一半时 小美突然腹痛难忍 倒地不起 众人慌了 这时灵体突然上了莉莉的身 吹灭了蜡烛 仪式被迫中断 好不容易等莉莉恢复了神志 她赶紧告诉小美 赶紧去找你的妈妈和女儿 他们都被扎哥的鬼魂给带走了 众人慌忙赶到了扎哥的家 好在他们还活着 这时扎哥的鬼魂突然出现 他附身在了自己做的石膏像上 开始攻击众人 小帅拖住了扎哥 让小美他们赶紧跑 接着小帅打烂了扎哥的石膏脑袋 但对方却丝毫不见收手 反而力气更大了 这时本来逃走的小美又回来了 他朝着扎哥说 有什么冲我来 放过小帅 话音未落 房间里刮起了风 紧接着装满石膏泥浆的浴缸 开始翻腾了起来 扎哥放下了小帅 小美明白了他的意思 和小帅告别后 躺进了浴缸里 牺牲了自己 让一切恢复了平静 影片的最后 变身鬼魂的小美和扎哥 在地狱里举行了婚礼 故事到此结束 俄罗斯的恐怖影片 在近年来表现一直不俗 扎哥发现 他们很喜欢拍爱情方面的恐怖电影 这和俄罗斯人的浪漫情怀分不开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 大家晚安哟